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一位在大学时就决定要创业的人 她曾在中国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 就创办了中国大型综合门户网站焦点网 对于焦点网来讲 我不敢说同行业一定能排第一 但是数一数二是绝对没问题 她曾任搜狐高级副总裁 首席运营官 但她为了挑战自我 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而毅然辞职 很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公司最重要的业务 一个星期我能花两个小时在这业务上 我觉得这种模式是不对的 奇异网在她的带领下用不足一年的时间 就发展成了中国第一影视门户 她致力于把她打造成为中国最庞大的网络视频公司 网络视频网站最终的前途不是一个影视剧分发的一个网络或者平台 它是一个媒体 她就是爱奇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龚宇 本期节目公鱼与您一同分享如何在视频网站中占有一席之地 公鱼说视频网站实际上是风气云涌 而且现在盈利的前景和我们目前看到的效果都不尽人意 那我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是怎么布局的 做网络视频这件事是多方面竞争 综合竞争实力的一个体现才能决定谁成和败 那么这种多因素的包括很多 其实技术方面就是我们都是基础架构方面 主要是软件技术还有系统网络技术等等支撑起来 这个方面就是一个重要的一点 那么第二点是采购的具的内容 其实本质上就是这件事给有钱 这很俗的一件事 但是没钱这事干不了 但是幸好因为我们的股东背景等等方面 能给我们资源就这个钱资金去做抢剧的事 这是一个基本一个条件 其实抢剧有点说的有点太夸张了 其实我们自己内部的知道 这件事给理性 你表现出的是抢 但是实际上是其实你都心中有数了 我决定了这部剧我去抢 别的不决定的剧 那有可能是抢是假的 造成一种假象 就是那无非就是商业的一些技巧性的问题 去抢一抢让人家价格高 不排除这种想法 对 那么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内容的原创 就是网站专业内容的原创 这也是重要的一点 这个网站内容的原创 并不是说我要开一个华谊兄弟 或者说我开一个小马奔腾 不要他们的业务是以制作为主 对于网站来讲 对于视频网站来讲 它是一个补充 自制内容形成和其他网站之间 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的一点 但是网络视频了 目前阶段最大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几乎所有的有价值的内容 全是采购来的 不是用户原创 也不是网站自己做的专业内容 虽然中国的网络视频 从05年开始 第一批的网络视频网站 是有用户原创 或者用户上传的内容 就是平时我们简称为UGC的内容 但是这种内容 对于商业价值这个角度来看了 过去的这个实践已经证明 不是非常有效 所以更有价值的内容 还是像我们传统行业的电视台一样 是专业制作的内容 但是专业制作的内容 目前好的内容 对于视频网站来讲是抢手活 大家都抢 所以价格涨是必然的现象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客观因素 比如说去年的 全球的资本市场非常好 网站融资金额都比较大 所以这个对于网站视频来讲了 它中短期投入 而且是不计回报的这个投入 许多网站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明显的这种不是一个长久的做好生意的一种方式 就这种状态一定要变 但是目前阶段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 然后第四点呢 是说一个视频网站 你货币化能力怎么样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实力的一个培养 跟各种各样的价值的一个积累 举个简单的通俗的这个解释 就是说奇异成立的时候 一部剧可能卖广告 卖100万或者200万人币 我们现在一部剧可以卖到500万到1000万人币 那明年肯定就到1500万到2000万人币的这个广告赞助 一方面是奇异的流量不断在上涨 它触及的人数 触及的每一个人的这个曝光频次都会增加 对广告真的价值 另一方面是这个品牌 就是奇异的品牌 因为广告主打的是品牌广告 你媒体的品牌的价值也是很重要的 你媒体的这个品牌给大家是一个良好的品牌 你自然广告的价格 广告的这个收入会上去 但是另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同样的一部剧这个收入能增加了 重要的一个是 就是整个团队的货币化能力强了 它可以触及需要这种营销方式的广告主 并且有能力告诉广告主我们的价值是什么 并且我们用策划方案 把原来原始的这些流量 可以包装成 转化成广告主需要的最终的一个产品 或者最终一个服务 让它这种价值能体现出来 这就是一个货币化能力 所以我们的第四个重要的工作 把公司和团队这种货币化能力提升 可能还有别的方面 但是我们现在关注的这个四个大的方面 技术 买具 自制内容和货币化能力 这四点把它建立起来 在未来的竞争中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四个方面的话 你一般来说用心最多的地方在哪个部门呢 我从基础开始做起 基础产品是最基础的 然后具的自制能力是基础的 然后其次是买具 然后是市场跟销售 你把自制能力提到第二位了 第二位了 因为从长期角度来讲 技术跟产品 差不多 对 大家追时可以追 买的东西也差不多 对 我只是最前面几家 它第一阵营形成以后 第二阵营第三阵营 想挤进第一阵营是非常非常难的 但是前几家之间的差距 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其实任何单点都不是形成 最前面几家 最后能变老大 变成最大的成功者的因素 不是单一因素 而是四个点的合力 合力 而且每一个点中你要细分 还有很多很多层面 那当然 现在其一一共有多少人呢 550人 大部分在产品技术 我想两个团队比较大 一个销售 一个产品技术 没错 两头都比较大 对 技术产品人员有多少 我们现在有200多人 那就占了一半了 然后中间的内容采购和自制的 那个都是比较小 几十个人 对 因为它的内容大部分是采购的 所以它编辑的加工的 这个不需要太多人嘛 然后自制又不是靠人多来解决的 那你就是说大算 比如说下一年的这样一个目标 是什么样的呢 我希望这种就是品牌的定位的 这种形成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因为如果太快了 那你形成定位 一定就是意味着你的定位是窄的 比你没定位要窄 这就有风险 万一定位错了 这就是一挺大一麻烦 明年公司建立第三年了 希望还是一个摸索阶段 无论从采购的这个定位 和自制内容的定位 还是一个探索的阶段 但是规模肯定自制的内容 要比今年要大一些 网络视频网站最终的前途 不是一个影视剧分发的 一个网络或者平台 是什么 它是一个媒体 媒体是有自己的定位 自己有属性 这个是很关键的 同一部剧 大家全有的时候 我比别人流量大 这件事时间长了 我就必然胜利 你对这个版权购买 那我不知道你在这方面 是怎么布局的 对于企业来讲 就是它有两条线 来决定买什么样的剧 并且每部剧 我们自己定的价格上限是什么 一个是非常理性的 就是用数据 数据有很多方面 比如说很重要的一个数据来源 是百度 我们可以通过百度 分析很多剧的这个关注度 比如说一部剧还没播出 那它搜索这部剧的相关信息 能在搜索各种剧里面的 这种相关信息排多少 比如说你一部上线的剧 就还没有播出 你这个搜索相关的关键词 在同类里头 就包括上线的 包括没上线的这些剧 相关的搜索频次 在一周之内 如果进了前两百名 即使它没播出 比如说三个月 或者说半年以后播出 那我肯定也买 这一定是好剧 那我不管 别人卖多少钱 买不买 我只是想办法一定要买 然后如果已经播出的偏酷 对于我们来讲 那就更有意义了 因为现在视频网站起步晚 有大量的偏酷内容 就是常委 就是大家还在 已经是有过播放记录的 然后你再去买它 对 你就知道是个什么价 对这种数据更有价值了 我买完了以后 不但买的效率高 而且我们还可以 用百度的流量 给我们带来这个流量 因为百度是我们的股东 所以在保证 用户体验的情况下 它会把这个流量 带给其义 因为其义的用户体验很好了 在同行业中很好了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其义就相当于获益了 这是一个理性的一个 就靠数据 靠百度的数据 靠收视率 靠各种各样的这种数据来分析 另外一个就靠团队 我们团队大概十多个人 就是买剧的只有十多个人 我现在想起来 这十几个人 全部是电视行业过来的 没一个是没有原来行业背景 或者是原来是火加网 或者其他行业背景的 全是原来电视行业的 电视行业指制作节目的电视行业吗 有制作节目做发行的 做电视剧的 对 有做电视台做采购的 或者是做发行的 因为那个电视台采购发行 一般都是总编室都在一起的 所以他们对这个行业 无论是人脉关系 还是对剧本身的判断 都是有基础的 购买影视剧 这是最火热的电影 那国际的一些片库 你们会去涉猎吗 你看有些视频网站 比如说搜狐会跟那个Fox去联系 原来的优酷 我看里面有很多的经典的大片都在里面 你们在这个方面是怎么布局的呢 这个大家现在目前同业是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去做这件事 他们没有独家的售卖 个别的剧是独家的 其他的都是等于说卖好多家 对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就像华纳 迪斯尼 福克斯 派拉蒙 韩国的SBS 然后香港的TVB 我们都有合作 而且有些少量的 有特色的是独家的 你像美剧很难独家 但是个别的片子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刚跟派拉蒙签的 变形金刚三 新媒体权益是独家 其一拿到了 当然代价也是很高的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代价 从历史来看 再过一年或者两年 这个代价对于其一来讲 是值得去画的 然后比如说最近几个月 集中在太剧方面 因为太剧好处就在于 这个都是亚洲文化 中国人比较容易能接受 然后第二个是了 不像那个韩剧啊 或者是港剧啊 太多了 就变成了大家都有 每家都有很多 失去了这种个性化 这种特点 所以其一在 从前几个月开始了 独家采购了一批太剧 太剧是现在 证明度不够高 但是有一批忠实的观众 而且观众群很大 而且在快速的膨胀 我们比较看好这一块 然后再比如说动漫 像喜羊羊 大家小朋友都知道 喜羊羊 灰太狼什么的 这些其一也签了独家 现在个别网站 还有一些老的片子 到期以后就没了 然后就是其一拥有独家的 这种权益了 你独家之后 实际上你还要分销 对不对 选择性的分销 这句话什么意思了 就是说 跟奇艺的商业模式 有差别的 和奇艺现在的市场定位 竞争的 不够成竞争性的 对 就分销 一般来说 分销的成本 会把你整个买剧的成本 摊销到多少 我觉得60%到80%吧 那等于说一个剧还没有播 实际上你绝大部分成本 都已经收回了 对 过半的成本会收回的 但是奇艺的分销的这个目的 完全跟我们这个有些同行不太一样 有些把这个当成公司的主要业务去做 当成收入跟利润产生的来源 那奇艺的更多的是 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降低成本的手段 是阶段性的一个生意 以后这种生意会逐渐萎缩的 我最近接触了几个 有制作能力的剧的这样一些人 他们就是描述的这样一个 一部剧一堆人在那抢 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惊奇的 对 一堆人就是 你要去买进去还不容易呢 对 最近一段时间了 视频网站最大的一个热点问题 就是内容的价格暴涨 有时候800倍 有时候1000倍的 到底是哪一些 多少倍 咱们准确地说 就是说8001000倍都对 但是它可能指的是不同的内容 在不同的时间段相对比 比如说买新媒体独家的这个权益 大概六个月前最好的剧 应该在50万左右 一集 一般的电视剧在中国 平均是35集一部 但是现在的价格了 最近刚成交的 大概是160万一集 所以这个价格涨的是 是这么一个比例 但是总体的 对于一个视频网站 内容采购成本来讲了 它涨的倍数 不一定是这个倍数 现在还很难估计 其实做生意角度来讲了 便宜跟贵 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最重要的因素了 是你投入跟产出之间的比例 和可预测性 虽然我们认为网络视频是非常友好的一个前景 但是目前阶段性的碰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我们这个内容成本 现在正好是缺乏预测性的一个阶段 我们认为是一定涨的 我自己也做好了这个准备 但没想到涨这么快 没想到涨得这么快 那你们怎么应对呢 这个要细节分析了 有些事情可能不变 说的太细节 但是你要不说细节不行 比如说 从奇异的各种各样的资源策略角度来讲了 抢独家 奇异是绝不会主动的去做这件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百度的资源 如果一部剧所有的网站都有的话 奇异最可能变成流量最大的网站 因为我们之间的竞争 通常是比较性优势更重要 而不是绝对优势 有一个故事我老跟团队去讲 我说你们别焦虑 别急 就像两个人被狗熊追 我想呢 我这被追的人 我不用想我当世界百米的冠军 我比波尔特跑得快 完全不用 我比那个跑得快就行 你要跑得快 你需要的代价就高 但是又没有必要 所以我比同一跑得快就行 所以同一部剧 大家代价相同的时候 大家全有的时候 我比别人流量大 这件事时间长了 我就必然胜利 这是非抢独家的市场 对其一是最有利的 但是问题就是 其他家因为没有百度的 这个背景的资源 所以调起抢独家战争的 一定不是其一 是其他家 是因为他想用独家的方式 来获得自己的竞争优势 那么调起这个战争的 有很多家 第一波某个网站 第二波某个网站 但是其都没有跟 是因为多种原因 是因为前期 其没准备好 不跟 第二 后面阶段可能是 其认为抢独家剧的 跟我们的商业模式 不一样 不跟 或者说有人抢独家剧了 我们认为他的综合实力不够强 抢独家 只是增加了他的财务负担 他获得的收益有 但是比较小 不足以撼动 其一的这个前进的 这个道路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也不跟 但是 全行业最有实力的开始抢了 我们就一定要跟 现在目前阶段 就是这个阶段 就变成了 全行业最重要的几家 都在抢独家 所以市场价格 最近的几个月是暴涨 这是真正的 针刀石枪拼起来的 抢到最后会是个什么结果 行业迅速地整合 靠淘汰 靠定购 去把这个行业的玩家减少 一定是这样的 按针刀石枝拼起来的